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就覺得有點驚喜 教書的這個幾年的生涯裡面 就是也並沒有停止演奏這件事情 可是後來就在想說怎麼樣能夠讓演奏可以跟交絕去結合 所以呢才創立了這音樂場 一開始的出發就是製作那個兒童劇 把就是學校裡面所學的這種教小朋友說故事啊跟音樂的方法再做結合 這音樂場已在國內建立起自己獨特的定位 不過最初也存在著許多的不確定 我們走的路線又很不同於其他的團隊 這個理想要把它真的實踐 其實需要自己有很大的勇氣跟成心人的力 那這一塊其實克服了之後 就是真的有成品產生之後 其實更大的挑戰是要怎麼去邀請 可能會希望你的人能夠走進這個表演庭來看你的表演 其實有兩個門檻 一個就是你支持自己的創作部分 那另外一塊就是怎麼讓別人來接從你 聚集起同樣對藝術推廣充滿熱群的藝術家們 是真音樂場的一大特色 但王真寧也坦言 將各類表演藝術結合仍然有磨合上的問題 過去就是合作的有時候可能是戲劇或是編劇 然後就各式各樣的 那就是每個不同的領域的這個專業 其實他們對於他們的專業 他們有一定他們的堅持跟他們的想法 因為跟很多藝術家接觸之後 就也造就我不要知道說 喔原來就每個藝術領域其實想的都不太一樣 然後學會去尊重他們 然後也試著讓他們理解物對音樂的一些想法 那其實後來經過一些洗禮之後 我覺得其實在這個溝通上面 就越來越沒有什麼障礙 面對未來多變的環境 黃真寧認為自己另一個最重要的工作是傳承 期待能有年輕人來接續自己的理想 他也十分願意將自己所有的資源給予指導 將藝術融入每個人的生活之中